欢迎回来 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至今 已经是第119天 警民冲突日渐升级 究竟香港示威者有什么想法呢 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 今天接受马大新青年的邀请 在马来亚大学和本地学生交流 且听他怎么说 警民冲突 地铁停驶 示威占领 这些场面是香港人民 几个月来血淋淋的日常生活 不少人认为 随着事态演变 示威者逐渐走向暴力 令人无法苟通 需要提出的一件事 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暴力 都是从警方以来的 你会见到 其实没有警方之前的话 其实暴力 所谓的示威者的反抗 是不会发生的 例如是汽油弹等等 其实是因为警方 来到去粗矣濫捕 甚至是用不合比例的武力 去驱港示威者 示威者先用双方的武力 去对待 不仅如此 他更直接回聚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不断倡导的对话平台 他们自己是清楚了解五大诉求是什么 而他们也知道 其实五大诉求达成不到之后 其实场运动都是不会完结的 所以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他们只是选择会否回应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阶段 其实沟通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真正有意义的 其实是政府回应民间的五大诉求 真真正正直视民意 做回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会进行任何的对话的 郑家朗分析 港府采取强硬态度 打压社会运动是必然的 因为一旦民众燃起希望 就很容易推翻极权政府 目前的现象就如六四运动分拆 在香港上市 除了市民之外 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对香港民运也至关重要 他认为我国首相敦马哈迪 踏出了关键任务 其实我们见到马来西亚的总理 已经是踏出了一个很快的一步 就是说林郑月娥是应该要下台的 在我国 不难发现民众对香港社运的两极态度 郑家朗认为这有一定的脉络 要灌输给大家听 国同家不能够分离 以国就等于共产党 所以你的身份认同是来自于这个政治体制 但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希望大家必须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如果一个国家不是尊重市民的意见 不是尊重人民的意志 甚至是任意射杀市民 令到市民的利益受损 有生命的危险的时候 那个政权是否还值得尊重的 那么我们所谓有些马来西亚人 仍同自己作为一个华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都好 其实我们都同时可以支持民主自由 最后 郑家朗表示 我国早前的竞选盟集会和香港民主运动 同样是为国家争取美好未来 因此 他希望我国民众能给香港人一份同旅心 马新社新闻台 叶士尼 采访报道